这个贾处长现在是走也不是 流也不是 他不愧是官场上混迹的老油条 看到刚才服务员倒的茶水已经凉了 连忙拿起穆国兴和孙廷国面前的杯子 给他们一一换上了热茶 当起了服务员 要说穆国兴啊 刚才的想法是想敲打敲打这个贾处长 不让他在这条路上越挫越远 现在看到这个贾处长主动当起了服务员 心里有些不忍 就对贾处长说 贾处长 这些事情让他们做就可以了 你一个处级干部不是端茶倒水的 而是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职权 为人民多做实事 来来来 你坐在这个位置 今天你还是客人吧 穆国兴和孙廷国今天晚上唱的这出戏啊 不可谓不热闹 两个人配合默契 一打一拉 彻底把这个贾处长给支付了 这也是穆国兴 心胸宽厚 要是其他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不对这个贾处长穷追猛打才怪了的 孙书廷和司机小田 看到堂堂的省长秘书和穆国兴称兄道弟 而且穆国兴也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主位上 不禁暗自纳闷 这个穆书记背景真是高深莫测呀 酒宴中 孙廷国始终对这个贾处长冷冷淡淡的 那个贾处长见到这种情况 只好拼命地拍穆国兴的马匹 当孙书廷不时时机地提出那两千万拨款时 贾处长连忙拿起自己的笔 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以后啊 这个贾处长再也不敢对下面来找他办事的人 吃卡拿药了 特别是当听到来人是宝和县的人 他就热情的有点过分 忙的呀就跟个三孙子似的 就连宝丰县的人来办事都受贿不少 穆国兴这次来省城化园 在别人看来是轻轻松松地拿到了三千五百万 但是各种滋味却只有孙书廷心里最清楚 在财政厅顺利地办好了转款手续之后 孙书廷给县里打了个电话 通知他们穆书记要在今天返回县里 进口的越野吉普车缓缓驶入了县委大院 县委办公楼上的人群也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大家纷纷相互告知 福星书记回来了 一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干部也正经微作 装模作样地拿出一份文件开始抄抄写写 当穆国欣从车里下来的时候 县委和县政府及人大政协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 早已等候在那里 穆国欣知道这是孙书廷提前打电话通知了他们 才出现了这个场面 回头看了看孙书廷 脸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不满 但是孙书廷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心中一阵的忐忑 从心里讲啊 穆国欣对这样的场景也不是很反对 他也非常享受这种被人重心拱跃的感觉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地位常委副厅级的干部 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常人所有的虚荣心他还是有一点的 县长何胜利首先赢了上来 穆书记啊 您辛苦了 副书记拱卫心和其他常委四大班子的成员 各自按照职位的高低 非常守规矩地一一上前和穆国欣握手寒暄 穆国欣此时的脸上带着微笑 这似乎就向大家说明了一种情况 那就是我这次省城画园不光是画道 而且画了不少 有整整的三千五百万 差的那一千万元 他在昨天晚上已经给钟灵打了电话 以他个人的名义捐出一千万来给宝和县 这个想法也是穆国欣在听了夏省长那番话后才产生的 官场上一个官员的婚姻状况是否稳定 也是组织在提拔使用时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之一啊 利用这个理由让钟灵来一趟宁北 想必其他的几个老婆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有想法 第二个和穆国欣握手的是拱卫心 韩宣时激动的说 穆书记啊 你不在这些日子里 大家可是天天盼着你回来呀 没想到你这次去省城 这一下子就搞了三千五百万 全县的群众们都高兴坏了 尤其是那些老师和学生 更是三天两头来打听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学校什么时候开工啊 大家说你这个福星书记 可真是为宝和县带来了福气呀 拱卫心的这话 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 穆国欣突然发现 好久没有在县里露面的副书记王维刚 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里 就过去握住他的手说 梅刚同志啊 你怎么也来了 你身体不好 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嘛 今天大家这样一搞 好像我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中央首长似的 这样不必要了 王维刚今天来迎接穆国欣 抱有他强烈的个人目的 一就是想让跟他的县委办副主任李国强 能够在这次县委办主任竞争中 得到穆国欣的支持 二一个呢 就是看中了这次学校改建工程的这块大肥肉 他想让自己亲戚成立的那家建筑公司 在学校改建扩建工程中分一杯羹 这个老头子自己做官 倒是比较清正廉洁 就是在朋友和亲戚的利益方面有些糊涂 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下去了 现在还要插手面前县里的工作 这也难怪县长何省力说他老糊涂了 王梅刚一听到穆国欣这么对自己说 就毫不客气 以老卖老的说道 哎呀 穆书记啊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我还想在于永剩下的一段时间 多为宝和县的百姓做点工作 为你们这些年轻人 站好最后一班岗 保驾护航嘛 他这一番话 是原本很热闹的场合出现了片刻的尴尬和冷场 那个县长何胜利和副书记拱卫心 脸上立马就变了颜色 心中暗暗骂道 你这个老糊涂 这个时候跑到这以老卖老来了 你想为保和县存众做点什么 你早干嘛去了 以前保和县那么穷 你待在家里装病 搞一些乱七八糟的偏方来吃 这一年光 医药费就报销二三十万 啊 现在看到县里付了 又跳出来工作了 其实呢 不光是何胜利和拱卫心有这个看法 在场的其他人 也看不惯这个王维刚 以老卖老的样子 县人大主任 邱阳丽和政协主席 马山良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 邱阳丽摇了摇头 马山良呢 也跟着摇了摇头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想到 这个王维刚的仪式清明啊 算是完了 本来邱阳丽到年底到线 就彻底退下去 前几天 他还和王维刚说过一次 让王维刚提前退下来 提半级到人大当一个主任了 还能再混一届 可是不知道这个王维刚 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真的老糊涂了 就是不同意 要不是王维刚 是自己当年提不上来的干部 他才懒得管他这些闲事呢 这下好了 你王维刚也不看看现在这形势 县委常委会上 哪还有你说话的份啊 今天你要给人家这个福星书记 保家护航 那不是明着打人家脸吗 你得罪了他 还会有你的好果子吃 别看表面上福星书记 对你们这些老同志是 嘘寒问暖 一团和气 可那是在你没得罪人家的前提下的 你这么以老卖老 人家还会继续那样对待你吗 这些个人虽然都在心里 各自动着自己的心思 但是一把手没说话 谁也不敢吭声 都眼巴巴的看着穆国兴 想听听穆国兴的表态 穆国兴听到王维刚这番话的时候 本来想到他年龄也大了 人也快退了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可是又一想 就凭他疑老卖老 敢在众人面前 这样对自己 这个一把手说话 今天如果不敲打敲打他 今后自己一调走 他再蹬鼻子上脸 给自己的继任者来这么一套 那还得了啊 你要这么一搅合 今后还干不干工作了 想到了这儿 穆国兴依然和颜悦色的 对王维刚说 维刚同志啊 你的身体不好 这也是事实 年龄大了 也是自然规律 我看你啊 还是回家好好休息吧 县里的工作 由我们这些年轻的常委们 干就行了 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保驾护航嘛 就不必要了 说完又扭头对司机小田说道 小田啊 维刚书记身体不好 把他送回家休息吧 王维刚心里这个时候 这个悔呀 就别提了 心想 今天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糊糊涂涂的 说出了这些话呢 这下好了 被人家木书记 不露声色的批评一顿不说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自己当众赶回家休息去了 要是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 自己今后在宝和县 还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呢 想到这里 一股老年人固有的固执劲头 又使他不甘示弱的说 木书记 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 好了 维刚同志 不要再说了 还是让小田送你回去休息吧 今后县里常委 有什么重大决议 还是会通知你的 木国星玩的这一手 干净利落 极大的震撼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里 和颜悦色之下 就把这个 以老卖老的王维刚 给打发了 你不是想要工作吗 那对不起 不光是工作没有看到 反而今后连常委会 都不会通知你参加了 人大主任邱阳丽 也暗暗地为王维刚 此时的处境悲哀 有那么一点 兔死胡悲的意思 大家望着远远驶去车的影子 都在默默地想着心里的事 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县委副书记 拱卫心 事实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笑嘻嘻地对木国星说 啊 哈哈 木书记啊 你这次在省里 为咱们县要来这么多的资金 这些天你也辛苦了 大家非常的想念你 我们几个在县委招待所 掏腰包定了一桌 想给你接风 不知道你恳否赏光啊 在场的人见 拱卫心这么说 都齐刷刷地 把目光投向了木国星 说实在的 木国星呢 对个人饮食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这也许与他从小和老神仙爷爷相依为命 过惯了苦日子有关 自打来到了宝和县之后 他也十分厌恶 官场上吃吃喝喝这一套 能推则推 能避则避 但是今天这个场合再推就不合适了 他先是给王维刚一个下马威 把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赶回家养老去了 这一次如果再推脱 那就含了一众常委的心呐 想到了这儿就爽快地说 卫心书记的提议不错 不过呢我稍稍把卫心同志的话修正一下 就是这顿饭由我来掏腰包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呢 咱们现在就去 刚好也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你们看怎么样呢 谢谢大家